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中局 待会再说比赛的一些情况 红方孙永征来自上海的全国军特计大师 对阵来自黑龙江的陶汉明特计大师 陶汉明最近一段出来比赛比较少 可能随着岁数的增加 可能现在不是很愿意投身这种一级赛场 但是他对象棋还是非常有这种执责的热爱 这次受到组委会的邀请 新人参加了宝宝杯的中国七口公开赛的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也是云集了很多的高手 像唐丹 包括王天一等男女的高手 均是西数批划上阵 那么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的这些盛况的情况 对 这个比赛当时是我们赛地是在汽口古镇 它也是就是说中国很有名的 原来是九曲黄河第一镇 然后隔黄河相望就能看到这个山西 在山西旅梁山区 对 山西旅梁 因为赞助本次比赛的也是山西省骑鞋王总 他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 就是说将来这种公开赛的形式要长年搞下去 对 要办成传统赛事 并且他也是注入了资金 来保证每年这个比赛都如期进行 对 而且也邀请了很多专业骑手 还有一些年轻的少年骑手 以及这个山西本地的这个冠军 只是说他的打法呢比较奇特 他是有这个不同的组别的选手 在一个大组里比赛 对 其中有特技大师男子组 有这个女子组 有相维大师的组织 对 还有国际组 国际友好人士 也邀请了越南骑手 还有这个少年组 他有这么几个组呢 在一个大组里比 当这个特技大师啊 这个碰到这个业余 少年骑手 少年骑手让两仙 对 或者是有让一仙的骑 这个难度很大 当然说的这个既有这个竞争 又有很多趣味 对 他等于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味道呢 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今年这个赛制 也是实行了310的这个赛制 赢一盘骑得三分 合骑是双方各得一分 那么王天一呢 也是受邀参赛 对 这两年是连续呢 获得了这个冠军 他已经连续三届 连续三届获得冠军 对 这个天一呢 是对这些大小比赛呢 他都是 只要有时间 他就愿意前往 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棋手啊 他到王天一呢 也都是觉得他确实现在当代这个象棋呢 这个非常出色的选手啊 大小通吃 这个大比赛小比赛 只要有时间呢 就都去 而且成绩呢 非常不错 孙永征呢 这次比赛呢 也是进入了三甲 对 他是在特级大师这个组别中 获得了第二名 应该说 表现还是不错的 陶特大呢 这盘棋是采用的左马帆河 马七进六 然后鸿方 马八进七 黑方狙击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中炮过河狙 对平方马 左马帆河 然后起右狙的 起右横狙的这么一个阵型 对 鸿方当然这个最猛的攻法 还是走兵武纪 但是许云川他们就喜欢走 九二平四 登兵 然后他在炮武平四 这个美人的风格不一样 对 然后你像七进五 他有马七进六的 有跑二瓶九 是 郑伟同也走过这样的棋 但是孙永征呢 他还是以 有力量 这个下棋下得很有力量 对 以这种风格呢 著称 就是大力神 直接是这个 他这个攻和手的这个能力呢 都非常强 他往往呢 他下棋呢 不是特别讲究这个 这个阵型 而是以力量 强悍 对 那么针对 鸿方这个兵武纪一的职工 黑方也必须要表态 对 黑方也是要需要干净过筑 对 然后鸿方 居二平四 二平四 黑方 在走足七进一 这里啊 都是普通了 这个最近三四年嘛 这个棋下了也很多 大家都很熟悉 然后鸿方兵武纪撞 黑方就把这个马吃掉 先吃一个马再说 然后鸿方兵武纪 再冲 等于鸿方呢 先手把这个中兵呢冲过去 但黑方呢 也是过了一个棋组 所以说呢 这个双方互有所得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鸿方仍然是先手一些 对 但是黑方呢 这个棋呢 也很有弹性 就是说 一旦鸿方这个棋啊 攻的方向不对了 那么黑方很有可能的马翻 马上就返弦 所以这是一个黑方呢 就是强力后手反击的 这么一个棋 双方都不太好掌控 这局面 黑方走居一平四 居一平四 这个是一个著名的 中局的形式 就是鸿方走到这儿呢 有多种选择 有泡八瓶九 石榴近五 兵五瓶四等等 对 有这个多种选择 那这个棋呢 孙永征呢 他对这个局面呢 他发明了一种走法 对 也可以说呢 是目前来看 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他走什么呢 人家都走泡八瓶九 或者石榴近 或者兵五瓶四 我们给大家选举 讲一个最常见的 兵五瓶四走得最多 对 兵五瓶四江 那么黑方炮 八瓶五反江 蜂方之势 黑方走居 去八瓶六 去八瓶六 去八瓶六什么意图呢 就是赶快来压马 拱兵很凶 他不要这个炮了 对 你就把这个中炮拱掉 对 你要换吃掉的话 打掉 打掉 那吃这个马呢 你跳上去 你跳上去肯定就白吃了 他退回来 那么黑方这个族呢 可以再拱 对 冲下来 以后黑方四路区可以压住 就是平五 我就 就是进七 对 这个都是最常见的 对 然后将来这个旗呢 就是红方这个马呢 暂时出不去 将来黑方这个七路族呢 一定会发挥呢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 对 红方多子 黑方这个 这个兵 那个靠近 红方这个九宫 也有一定的威胁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也是走了很多 总体上来看呢 黑方呢 还是可以取得 比较好的这个抗衡形式 当然这里边有些细节呢 也需要掌握到好 目前呢 黑方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居屏寺以后呢 红方没有走这个棋 他是走了一炮五金二 对 这招棋啊 可谓是孙永征研究的 这个独门案器 是 他在关键时刻呢 又突然造出来了 主要的意图呢 是想打 桃汉平当一个冷博房 因为 桃多大呢 最近一段呢 没有活跃在 这个一线战场上 可能对这些棋呢 可能不是那么在意 因为走的队局量也很少 所以说这个 针对什么样的对手 你选择什么样的招法呢 是 他这个效果呢 是很 不一样的 那这个棋 就棋而论呢 我们觉得黑方可能 直接下足呢 既然你打我这个足 我就拱下去 也是可以的 这个棋这个 如果你再捉 黑方就索性 把你这个底线撞掉 对 这儿呢 红方呢 鲜少一个像 也是比较有顾忌 这棋当时这个 孙永征直红 跟王天英也下过一盘这个棋 也是这个 打一个冷博房 后来战胜了王天英 对 上次孙永征呢 这个 就是以这个战术呢 曾经战胜过王天英 那个也是在两年以前 对 那黑方这个棋呢 实际当中呢 他当时也是 足迹进一先冲 先冲 对 红方军九进一 对 也是捉 因为红方这个像不好补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然后他这时候走了一个 趴二进一 他没有再吃像 他想要先把这个 是不是先把中路 让逼迫红方这个中兵走开 他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黑方呢 但红方实战不太理想 这句话 他抛二进一呢 就是肯定是想把这个 中兵呢 战胜吃掉 但是他肯定实现不了 是 那么红方从 常见的思路来看 肯定也冰写生根嘛 对 江 江 他炮八平五 八平五反江 红方 想三进五 对 上次他跟王天英 也是这么走 对 王天英当时走的是 足袭静音 现在充足 然后他居酒平二过来捉 居酒平三 居酒平三过来捉 就是说 王天英走得充足 他来捉足 他壮烈将他舔掉 对 将你吃掉 这个棋也是红得好 对 所以这个变化呢 本身黑方不是太好 黑方没有这个后续手段 这个棋可能黑方 走到这儿最顽强的 就是应该走 居八进八吧 居八进八 这个棋可以 加强对红方的 一些反击 可能这个 这个炮尔基因 还是比较落空的 因为现在又给了 红方以后 这个冰湿基因 冲下去的一些 对 这个炮尔基因呢 也是值得 商榷的 对 这个走法容易 这个走空 当然我们刚才说 那个直接拱 在撞底下 是比较实惠的走法 对 就是说可以扰乱 红方的后防 将来黑方 有些战术的利用 红方这个棋呢 确实不好掌控 是 黑方呢 驾驭这个棋的难度呢 就更难 就走到这个局面 还是应该居八进八 保住再说吧 对 保住他下 冰湿基因 那就炮武基因 再升一步 那目前来看 也只能这么下 这个足不能丢 他实战呢 他实际上是走了一个 G8G5 他捉炮 捉炮 这个没用 对 红方是炮八进二 然后他在进去捉马 他可能就想快速 来打击红方这个 这个棋呢 应该说呢 看上去这两个桌 也很厉害 对 可能这个 陶特大呢 没有注意啊 红方有这么一个 非常冷酷的这个杀柔 对 他捉马 他居然不理了 对 这马本来是 其实你要逃马嘛 对 我们看到这个马呢 没有地方可逃 你看啊 回这儿白打 往这跳肯定也不行 对 那他保上吗 那保上这个足就吃不到了 对 那黑方肯定就满意了 黑方可能先出个将啊 将来这个 作为红方来讲 就没有意思了 对 所以说呢 走到这儿 孙永生呢 对这个镇事啊 掌握得也非常好 就说 他也是对这个棋 应该说研究有素吧 对 他就走 居酒平三的强行 弃子 把黑方这个七路族呢 消灭掉 然后双军双炮兵呢 发动了下轮的攻势 对 那这个棋 黑方居走到这儿 也不能不吃 那只能吃马了 吃了以后 红方呢 又轮到进攻了 对 他就强行居四级 居四级 这儿红方这个攻势啊 就是 应该说非常的猛烈 这个走法很巧 这个炮 它这个居三推二 如果吃的话 它是不是有好像一个 冰四平五 对啊 冰四平五主要吃着居呢 还吃着居 然后这个冰五 还吃着这个 拱着江呢 他没办法逃 这个棋 我们给大家简单摆一下吧 对 黑方如果居三推二 红方冰四平五 四平五 现在我 飞鞠 是不是 对 那你不知道怎么吃了 如果你这么吃 鞠三平二 你这么吃的话 你这个居然丢呢 对 这个棋 它这么走 它也亏 它只能吃 红方再撞一枪 对 撞一枪少 它就能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 鞠四平八 一抓 这个炮又丢 这个棋也 下不动了 对 那这个棋 鞠三平二吃也不行 吃炮 红方冰五斤一撞 冰五斤一撞浆 那只能吃掉 对 吃掉 点浆再吃底相 也可以 也是占有 红方更简单的是 平中聚浆 那只能补像 对 就是 平中聚 你向哪边出 它这个聚可以照浆 对 然后它点一样 聚武将一将 聚武将一将 然后聚武平七 你出将它聚武平七 就是步步带沙了 这个棋就绝沙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来不及吃这个冰 它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冰一下去以后呢 确实形成了 给黑方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对 应该说红方这个棋子啊 正所谓凶又成竹 那稍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呢 讲解呢 后半程的精彩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 讲解这盘棋 后半程的角逐 黑方呢 看到这个炮啊 也不好逃了 就选择居于三平四 对 这棋如果走炮五级呢 堂堂你看怎么杀 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炮五级 因为我看这个红方 冰四级挺厉害的 现在就拱着 拱着底四 这是一个杀招 对 然后它就如果 黑方如果 不像 这会是聚三平四的话 也不行 聚三平四 这个 红方有一个冰四平五 对 冰四平五 还有拱将 这个小刀弯心 你回灯 它拱 看你像 这是绝杀 下部 拱四级四 拱四平六 兜将 它还得补手像 只能补像 不像我在聚三进八板 这个 底下吃 这个我这个双拘兵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威力 双拘兵呢 我们俗称叫三拘闹市 三拘闹市 这个 之所以这个 小兵足着顶大拘 小兵过河顶大拘 就是说的类似 就说的这种兵 这个局面呢 就是这个兵呢 就是接近一个鞠的这个价值 对 卡在黑方 那个降伏这儿 黑方呢 非常的不安全 因为它随时有 撞底式 撞中式 多种杀法 对 你要炮退三 防守的话 我这有一个拱四平五 我也是把你这个中路 给打通 这个棋 黑方确实 很难防守 对 你这交换 我这炮八平 我再打过来 拱八推二 拱八推二 是不是我有一个 炮八坚二的一个棋 炮八坚二再塑 再塑 因为你这个中炮 要是走开的话 你这个中线 这个是绷不住的 这一 虹方无论是拱砍 还是马吃都很厉害 对 拱砍 这个炮打一将也挺厉害 就拱五坚二吧 就像你对中拱 我拱五平一吃 对 好像也不好解了 底线这样 我们看宋炮是个妙兽 当然说 吃 再吃 虹方这个双拱 炮兵太厉害了 你对局 我又吃 这还是杀 这个棋黑风守不住 因为这个棋到处漏风 对 这底线僵 红方就说这种子力 太多了 而且现在 冰四平五还是杀 对 直接冰四平五也可以 直接冰四平五 直接冰五 他马上退五 你下将他抽奖 局五平八 也要有 这也守不住 这其实总之 红方到处都是杀 所以这个棋 就是黑方 尽管多子 没有用 黑方三路居 位置也不好 所以说 陶特大 这个思路 是错的 对 进居一抓炮 然后一抓这个炮 落空了 他还是忽略了 这个兵的威力 所以说 在这种 这种对攻战的当中 即便是 特技大师 有时候也不好掌握 对 这棋 你一个思路错了 就可能马上 这个兵败 就没有机会了 对 这个棋就等于 红方这么一吃 然后他这么一撞 对一撞 这个棋呢 就没有机会了 他就炮在这 炮在这 炮在那个地方 还好一点 是 所以这个棋 黑方就选择 局三平四再回来 赶紧回来防守 但是红方呢 在进攻当中呢 既有 孙永珍既有这种 大力深沉的招法 同时呢 又步伐细拟精巧 对 孙永珍的棋呢 就是这么一个风格 他这个时候 先把中炮拱掉 因为局已经手累了 他就不太下鸣 他正好可以出脚 出脚 对 那反而不好 对 红方 吃掉中炮 吃掉 你只能飞 飞掉 红方这个时候呢 正好有一个炮物金四 这个强行夺取一个势 这样呢 可以说一举呢 在物质上呢 就取得了优势 对 黑方这个题 最主要是 这个后方不稳 你如果局八推二 去防御的话 红方简单的 也可以炮物平四 对 炮物平四 正好这棋 这个炮物金四 打试真的很巧 本来看着觉得 守住了 但是这个被红方 这个白吃一个试 又 棋又是不行 对 这样红方呢 就是 白多一个试呢 对 这个棋还是麻烦 这如果局八平六 把局对了 对了 肯定也是亏啊 这个棋 对了 就是它最简单的 它也可以吃掉你 你看它去对桌 对桌 一较僵 它就织个试 这个棋将来 你还是少试 还是难试 或者我直接 又进去桌相 都可以 进去桌相 这也可以 你桌相这也行 你上架 我炮子平衡 对 就是这个棋 你正好来不及 去捉我这些炮 对 你上架 我炮子平衡 你捉炮 我正好有炮八平四 对 两个炮灰巧妙的担子上 对 这个棋总之黑方 主要是三路马 还没有史上劲 对 所以这个棋 对了局也是很难下 所以说分析到 这个棋的特点 陶泽大 他战术意识 也比较清晰 他这个棋 他也知道 这个对了局也不好下 所以说他拒八坚二呢 想露点攻势呢 孤注一掷 对 然后拒八坚二 他也炮我平四 对 炮我平四 然后黑方就这个 出现 这个下棋啊 象棋啊 棋验里边 正所谓这个 缺势 怕双居 是 就是当有一方 缺势的时候呢 他对于对方 如果剩下双居的话呢 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双居 对于缺势方呢 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所以说这个局面下呢 尽管红方还剩下双居双炮 好像这个兵种不齐全 实际双炮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搭配 因为炮的特点是 进攻的速度快 它这个是长腿的兵器 对 所以说 这种棋呢 往往呢 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 黑方呢 很难去这个防御 红方是 先补一招式 对 先是自行 黑方去卡一步 红方去四平五 其实这个地方 吃样也是可以 好 鸠四平五呢 是比较简单 可以确保呢 这个自己的阵型呢 比较结实 主要黑方这个三路码 比较弱 也没有这个 发挥出作用来 所以 对 黑方这个棋主要是保守 对 那么这次比赛 唐南你是连续几届你都去了 对 我去了三次 三次比赛 对 那么这个宝宝杯 这个公开赛呢 已经完成了三届 它已经第四届了 已经第四届了 你是连续了三届 那这么多高手呢 也都去参加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比赛的一些情况呢 还有这些趣事呢 对 其实这个比赛 我觉得它这个 不仅是有专业棋手 高水平的棋手参加 它也是赞助商 王总也是为了想要带动 山西的这个向旗的发展 特意设定了这个 山西冠军组 还有特意设定了这个少年组 也是希望这个 通过这个这一项 把这个比赛打成 打成这个传统赛事 想要一直长久地办下去 也是希望这个山西的 当地的这个 骑衣水平呢 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借此机会 借此平台 有更好的发展 而且呢 这个比赛特别有意思一点是 当顶尖棋手 就是像男子专业棋手 要让这个少年棋手 让一线或者两线 这样子也是给少年棋手 一个锻炼的机会 就是拉近这个 选手之间的水平 拉近这个差距 差距的 也是一个很气味的 一个小的 一个赛制的改进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 这应该说是一种尝试吧 对 一种尝试 到底合不合理呢 这个也很难讲 对 那应该说呢 这个王总呢 现在单单的是 山西省这个棋的主席 据说呢 他还有很多这个 社会的各种身份 但是为了专心的推广棋呢 这个山西省这个 王本明这个主席呢 辞去了其他的社会公务 对 辞去了所有的职务 就是为了专心 要打造这样一个赛事 王总对象棋呢 也非常的执着 那么我们也期望着 有更多的企业家呢 能够像王总一样呢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 特别是经济的方面呢 能给予象棋呢 更多的支持 而且很有趣的是 他们这个 最后这个 王天一跟聂铁门的 这个决赛阶段 用的是一个百万象棋 是一个百万棋盘的 那个金棋 然后他们说 如果以后未来 有一位棋手 能够联系三届 获得这个宝贝公开赛的话 将会赠送这么一项 一副棋盘 行 反正重赏之下 必有勇服 对 还挺有意思 看看以后 谁能够笑到最后吧 是 然后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棋局 这时候黑方就走了一个 抛而退 它也是孤独一致 就是说黑方这个棋呢 已经不好守了 索性去猛攻一下 对 主要中向底向都要丢 然后虎方也就是把象吃掉 先把底向砍掉 然后七八戒二 它僵了一圈 虎方 对 向第三 然后这个炮二平五 打狙 战狙 它正好有个约三平四 是一个巧招 红方 对 黑方只能这个炮五退一 然后黑方 红方走了一个 十二五平四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红方已经 在物质上呢 有了巨大的收获 对 黑方这个反击呢 主要看它成不成 因为它这个中区现在暂时动不了 对 这个中区现在你动 它就有巨子紧的杀招 对 我偷杀 所以红方呢 就是把老帅摆出来 你将一军呢 我就上来 对 这个地方主要黑方呢 这个一个区发不了力 这个炮牵死了 这个马上不来 现在巨五进二吃象 它也很难办 所以它也是最后的反击吧 它走了一个区七对三 因为你推这个区呢 红方也可以把炮推回来 你区离不开 对 它走了一个巨四推 它是走了巨四推 巨七退三 巨七退三也没有 那它也推炮 对 巨四推二 这是一个巨四评论 巨七退一 有些动作 红方是把炮 四路炮推回来 对 推过来 这个孙永征啊 就是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棋呢 看着红方也有一点危险 但它实际上 是高者无忧的 对 这个老帅上来呢 它不危险 它主要这个区离不开 正好没有闪击的区 你现在送三族都来不及了 它先僵你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这个棋确实没有办法了 对 那它这时候不走巨四推二 它 这个巨七平四 吃也不行 吃呢 那巨五进二吃象 对 不行 主要是红方的 你抢攻再杀 黑方吃完以后 它没有动作 对 这是杀器 对 这个杀呢是 也不是连杀 怎么都不是连杀 对 这还不是连杀 巨大平我巨五推 它会下降 但是后边没有解了 关键黑方没有杀器 所以说 即便是这个特技大师高手呢 像这种旗呢 也需要特别的谨慎 临场 要很清晰 对这个杀戮 清晰 不然的话 真是遇到飞刀 有时候就应付不好 尽管你有很深的功力 但是有时候发不出力来 主要红方布局的准备充分 那么这次比赛是王天忆获得了冠决 对 然后聂铁文 聂铁文获得了第二 第三名是柳大华老师 然后山西本土的这个周军 也是这次发挥不错 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应该说这个比赛确实呢 也是给这个山西的选手呢 提供了一次参赛的平台 对 每年山西棋手呢 都这个水平都有掌勁 而且今年尤其是 他们都下得非常好 成绩都有进步 对 那么王总最大的愿望呢 也是希望借着这个平台呢 给山西的更多的业余好手呢 年轻棋手呢 创造一个提高 像这个特技大师 这个学习的平台 对 他实际上是居四推二 红方炮四推六 对 推炮 黑洋方这个棋呢 主要这个居展不开 退居宝像呢 他也来不及了 他是走到退居 他对居 对居 对居呢 红方呢 当然对就还啰嗦一些了 他退掉 你再将他又反降 红方呢 直接反一降 这个棋 如果你吃炮的时候 他再吃你这个棋 对 这样子 这样你两个棋都丢 如果你再逃这个棋 他再平一步棋 对 或者说他简单把炮卡了 他也已经了 对 他都把你吃光了 这个棋也不行 黑方这个中路 看着有公式 但是这种炮离不开 红方炮的平六 那黑方呢 只能居四平六 红方退愈吃 对 然后再把 尽管这个换居啊 看得养花缭乱 但是红方呢 很清晰 是 主要是黑方呢 这个棋一将呢 居在一桌霜 这儿呢 黑方就看着这个棋呢 没有再下下去的意义了 对 因为居四平六将 它知识或颠炮都可以 是 主要这个又吃马又吃巷 黑方呢 阵型已经破损了 物质损失太多 对 无法去继续这个战斗了 索性呢 退平任负 应该说这个棋口公开赛呢 给我们很多棋手呢 都创造了一个 难得的交流的平台 对 也使很多这个棋手呢 这个获利良多 好 同时呢 这番棋呢 我们也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把这个赛事也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推介 希望这种赛事呢 也越来越多 有更多的选手呢 能够展露头角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企友的收看 好朋友们再见 再见